我是御元佳儒 第一碗船6號是 來來來交給我佳儒 我這邊底牌 是一張 9號我更想聽的是說 你說我眼睛閃爍 我心裡真的太迷人了 歡迎收看YouTubeMeToo同學下課啦 我是廖梅亞 那過年呢 親朋好友圍在一起聚在一起 當然一定要玩些什麼東西嘛對不對 一定要玩的就是狼人殺 所以呢我今天找到 非常多好朋友來跟我一起共襄盛舉 我們第一屆YouTubeMeToo狼人殺 準備開始囉 Let's go 嗚 請大家確認角色是一份卡片 黑黑請閉眼 黑亮請睜眼 昨晚是平安夜 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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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狼的時候 然後說要指人的時候 又是那一座 親自然就一個拿起來的手 然後指別人的聲音 就是一個 啪 只要是每一輪遊戲的第一局 我永遠都是在滑水 所以不要覺得我是 就是因為這樣子就是一隻狼 或是手 一號二號可能資訊太少滑水 感覺地輪可以體諒 對 然後如果有預言家的話 就可以跳出來 那就注意一下 就是建築 剛才二號有講說 誒是二號一號有講說有動靜 預言家也一年一看之類的 對 過 一二滑水我覺得可以接受 那三號這個位子 應該可以去多推一點東西出來 會比較好 對 我沒有彩鳥會只是這樣講 那 就剛看身份的時候 我有注意到 六號玩家他 馬上做閉眼的動作 然後他已經感覺準備好了 那我等一下會著重聽他 就是 為什麼 或者是你的飆水是什麼 對 那其他的看自己身份的時候 我是沒有看到大家在做名牌的動作 五號發言 那剛一二三我真的不用講 但我覺得一號啊 剛剛的 他剛剛說我們這一桌有人的動靜 我們這一桌 可是我聽到的聲音是 三號 的動靜 非常明確 如果是這邊的話 如果是這邊的話 就很近嘛 如果那邊這邊的話就是 我覺得啦 好不好我覺得就是三號 六號發言 我是預言家牌 查爾是二號 因為比較看不出他的發言 所以我會先查爾二是一張好人牌 三號我是覺得還好啦 因為三四號我也要再多聽 但是五號如果 因為場外要把三號打定啦 我覺得是有點太那個 太太硬要了 就是我是覺得沒有到那麼差 因為我們是三狼三名三神 有可能要搶輪次 有可能 因為你敢這樣踩三 那我也可以這樣踩你說 你這樣有點太衝了 所以你感覺想把三擠出去的感覺 這局我自己會想票五 我不知道後面歸票會 等一下九號會怎麼說 但是我會自己可以先票五 除非後面七八九有 所以我真的很狼的發言 我就再趕這樣 然後下一輪我會查一下 我會先查四號 因為我四號我也看不太出來 我先講一下 剛剛其實狼的時候 我也是聽到是這一桌 而且還蠻明顯的 直接看那個身份的時候 六號是直接呈現一個閉眼的狀態 但他剛剛也講了他是預言家 但是我其實有點不確定他到底是不是 所以如果後面有預言家的話 也可以跳一下 好一號我覺得看不太出來 二號一直給我很肯定的眼神 好人 三號臉有點紅請注意 四號欸 我跟他想法是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好人 五號有一點那個一坨耳機線的 那個感覺的發言在我頭腦裡面 所以感覺有身份 六號還不確定 但是如果他是 如果後面沒有人要跳預言家的話 我就會相信他 然後票五號 因為五號有點太重才三號了 我覺得狼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多觀察一點 因為大家真的是太平靜了 然後也沒有多講一些線索 所以就我現在還不知道要踩誰 那預言家的部分 我其實有點擔心他 因為他其實很會玩 所以我有點擔心他跳預言家 然後其實他自己是狼人 確認身份的時候 往中間看的時候 四號的眼睛其實是 瞬間有閃爍的 就覺得好像他拿到狼的那種感覺 然後又加上一開始一號 他在講中間又有動靜的時候 那我可能就更懷疑四號這個身份 可能是狼人 所以我可能會傾向於頭四號 請大家進行投票 好了 我太要了 三 二 一請投票 五號淘汰機制 淘汰 這可以發表 好 各位抱歉我是一個女巫的角色 那第一碗死掉的是二號 然後我救了他 我知道我現在非常頑獎 然後呢 我剛剛發言真的發的不太好 好可能是昨天有喝 但昨天我沒有喝酒 三號我這邊說一聲抱歉 因為我剛剛真的太激動 我本來想要幫你放狼坑 但是我剛剛講的定狼 我覺得有點太激動 我這邊想要跟你說一聲抱歉 然後呢 再來 再來四號的部分 我們就繼續加油 持續保持 好不好六號 我這邊 我覺得不排除你是狼的可能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不會是那種壞人 所以呢 我覺得 如果你身為預言家的話 百分之六十的可信度 剛剛九號有說 在名牌的時候 你看到四號有一個 蟑螂的表情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他有點正氣 因為我那時候 剛好轉過去我跟他對到 他就給我一個 他點頭一張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次呢 一定是怎麼樣 有拿到一個角色 不說了啦 越說越說越說 好來我要走 為什麼我是貼個死的啊 不要走行 三秒就 天黑請閉眼 天亮請睜眼 一萬八號被殺死了 指責請製淘汰去 九號請開始發言 六號他說他是預言家 然後他查二號嗎 是好人嗎 那五號剛剛 上一回的時候 他就說他是呂屋 他前面就救了二號 所以我肯定是六號目前 已經是好人 然後1號目前我前面也沒什麼看得出來 所以暫定也是好的 那現在我還是比較傾向於前面我剛剛講的4號 還是算是有對我來說是有可疑性的 剛剛6號有說他查2號精髓 剛剛5號說他救2號是陰水 他們兩個是有對上的 可是我很懷疑是6號他都跳躍演家 為什麼狼人沒有殺他 還要讓他就可以再發演一輪 是為了要讓他被懷疑還是他不是御言家 我不知道就是這兩種可能 我剛剛還有觀察一個就是大家趴下來的方式 通常人家下意識這樣趴 可是救2號就是這樣 我覺得可能是為了他有身分 然後他不想要就是被別人聽出動靜 然後剛剛8號他是這樣子 所以我猜他可能有身分 現在可以請閉眼 這樣可以嗎 我是御言家 第一碗查6號是狼 剛剛第一局差點要投給6號 可是我覺得我這樣就露餡了 就是下一碗一定要被殺 所以我要投 不要投一個 這樣子我就不會被他們發現我是御言家 可是我又覺得搞不好他們知道 等一下會想丟水坑給我 所以故意沒有殺我殺8號 所以先殺一個別的繩子之類的 然後呢我剛剛第二碗查的是4號 因為大家都覺得4號飛神機啦 那我就查了4號就好像是狼 然後呢我覺得我一開始其實有懷疑9號原本想查9號 可是後來想說先查4號 因為他們兩個是比較集中的高玩 9號大家等一下就聽他發言 因為我覺得這場上一定剩 除了這兩隻還有一隻狼 3號呢 1號 2號好煩喔我不知道 這局先投6號好了 因為他最會帶風箱 先把會帶風箱的殺掉再說 剛才9號好像是才4號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兩個預言家 所以我等一下會去聽6號的發言 對那如果他發不好就是 就可能就是要票走他 除非他有另外一種身份之類的 對然後就看怎麼解釋 我不知道為什麼2號那麼篤定9號是好人 對我還是在質疑那個預言家的可能性 來來交給我交流 你不要再confused 我跟你講 我這邊底牌是一張獵人牌 那為什麼就好 那麵比像1號講的 為什麼第二晚6號沒有死 會不會有可能是要做球 讓我們大家懷疑 那這個時候2號第二晚起身跳預言家 這樣我真的覺得我 接受不了 我底牌是一張獵人牌 然後並且講說是一張狼人牌 5號剛剛已經聊爆了 那5號很明顯就是一隻狼走的 那2號這邊起身汗跳 那我這邊也是把它做為定狼 所以5、2兩隻狼已經出來了 那剩下的話 1、3的話 我是覺得 比較偏 平民一點啊 就比較沒有什麼視角跟力度 所以我這邊應該要放好人來 6跟2的話 我會著重在 偏向於相信6號 那這邊就是7、9再去討論嘛 嗯 嗯 你怎麼樣 怎麼樣 哈哈 怎麼樣 9號我更想聽的是說 你說我眼睛閃爍 是不是太迷人 還是什麼問題 沒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聽你講 那我這邊一樣 底牌一張獵人牌 那這邊 2來抱我狼 沒關係 我等一下就是投他 6號發言 好啦 狼人牌一張啦 我想一下喔 那不然我們就是 這等一下夜裡先 我覺得先刀獵人吧 然後獵人家我們 留著看 反正他踩耶 反正位置也蠻明顯的 反正我覺得輪刺是夠的 這句話我應該 我一定會出去吧 所以我覺得 我會跟我狼隊友講話 就是講說 晚上刀獵人 然後其中 他就算 那個獵人家就算在 驗到什麼東西也無所謂 女巫我們衝隊啦 蠻好的 我們搶到一個毒藥的輪刺 這樣 教委你給狼隊友 過 哎呦 還說什麼狼隊友 笑死人 反正 我肯定相信2號 4號6號肯定壞人 我等一下就是先刀6 啊 對好 沒什麼好講的 我覺得沒什麼好講 我們大家等一下 好人 我們就都跟著2號看 4號 你們注意一下 請大家先投票 3 2 1 請投票 6號超開 請發表遺言 遺言就是按照剛剛講的 去打就好 請閉眼 天亮請睜眼 昨晚 1號被殺死了 4號被殺死了 4自這其是淘汰 2號開始發言 2號開始發言 現在有點沉重 因為原本以為9號有可能是狼 可是 昨天查了之後結果他是一個精神 1號被刀了嗎 可是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身份 畢竟也沒有遺言 我現在4號是確定了 那如果如果獵人還沒有被殺掉 你絕對不要跳出來拜託不要再跳出來 然後欸等等不對等等等等 1 2 3 現在留下來這個呢 狼他是想要圖繩還是圖鳴呢 Oh my god 這一局一定是票死 然後下一局如果我死了的話 救救救救救救票票票 我不知道是三貨池 卡電 票3號好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不太堅定了 好然後我剛才有聽到那個 7號踩4號 那你是踩他是狼人 但4號說他是獵人 對所以就是 然後2號預言家說他是 已經是是壞人了 所以4號可能 就是已經是很確定是狼人了 對 但是我覺得我懷疑7號是因為 他的眼神太過於堅定 然後就是我懷疑他剛才一開始有一點帶風向的傾向 一定是還會有兩個壞的兩個好的嗎 我是好人牌 然後我可能會壓7號這樣 因為我覺得你有點試圖在帶風向 對然後9號是好人 這就無庸置疑 對 不是啊我是獵人啊 幹嘛 我是獵人欸幹嘛一直看我 好啦 都說了啦不會投9號 欸各位說真的你們剛剛真的有聽到嗎 他剛剛發言的時候 他交給我說狼隊友欸 有人會這麼白癡的把狼隊友丟出來嗎 之外我覺得我現在就採3號4號 因為我從來沒有採過你喔 然後你就直接採我壞人 請注意 我等一下肯定是4號先投票投書群 3號下一局喔 注意一下齁好 整理一下我剛剛講的對4號的一個身分的疑問 如果說他暫時讓我相信他是獵人的話 那2號意思說他是預言家 但是如果他是預言家為什麼他現在沒有被殺掉 然後3號就是一個蠻老實的一個人 就是看起來要說謊也不太會說謊的 7號部分我覺得大家就是最沒有懷疑他的 所以我在想那他是不是他2跟7號是蠻有可疑的 是最可疑的 我目前的猜測一樣 所以我現在如果要投號我會先投2號 對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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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3 2 1 請投票 4號淘汰請至淘汰 3號淘汰請發表名言 9號 嗯 天黑請閉眼 天亮請睜眼 昨晚2號被殺死了 死者輕致淘汰 死者輕致淘汰 最後一局了 然後我覺得就是9號懷疑2號 然後2號一定會被票走 這是大家應該要一致的事實 所以他一定是真預言家 剛才4號我就不確定他到底是獵人還是狼人 那他如果是獵人的話最後又 又講說9號要小心 這點我就不太確定到底是怎樣 一開始其實是懷疑艾婷的 但感覺艾婷好像變一個平民牌嗎 我不知道 因為如果從4號聯絡的話 可能會票9號 但是我又覺得4號可能有可能是狼人 所以就可能票7號 所以我等一下會針對他們兩個的言論去做 就是到底要票誰 剛剛 喔 2號日元家 他說他是好人嘛 對嘛 所以你是壞人咩 對嘛 還踩他 欸 不要再暈了大哥 不要再暈了 你有沒有聽到 你剛剛 哇賽 帶風向 欸 欸這遊戲不就是帶風向的遊戲嗎 你不要再暈了啊 等一下就3號就走 OK 我 我被越形象的時候 我 我 我想想看 我真的看不出來 你真的剩下的可以看不出來 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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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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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我看7號其實滿 真的滿激動 我覺得 好 我先姑且7號好了 相信7號 我們頭3號 請大家進行投票 3號淘汰 請至淘汰區域 遊戲結束 欸 你在認什麼啊 沒有 沒有 就是就是 欸 我們都哪一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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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的時候 你第一 我他是變的 欸 沒有 你要拍照片啊 我跟妳講 妳 走到後的 然後妳要走到下 好的 那我們YouTube Me Too 第一屆的這個狼人殺 已經結束了 那想必到最後 大家一定是越看越氣吧 OMG 那我們先大家輪流 講一下賽後的感想吧 我們先從1號開始 其實我剛剛有點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他一直問他說 蛤 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 啊 所以戀人是誰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說 沒有 我們應該輸了 我們應該輸了 然後我就蛤 為什麼 我是可能沒講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就覺得我是戀人 然後就票我 然後想說可能票與人家就走了 然後結果沒有 所以我們就贏了 我到後面非常氣那9號 然後呢我真的就是 啊 我真的 我超想生氣的 OMG 好險妳在賽後的時候 清醒了 可是我很感謝他倒數第二輪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反而讓狼覺得說 喔搞不好他是獵人或什麼的 之類的吧 我不知道 或是 反而就是唯一殺掉那個 就會贏的那個人 我覺得9號在那邊暈真的不能怪妳 因為就是 留下來最後的這個狼人 真的長得有點太和善一點了 所以欺騙了各位大眾 最後一輪的時候 我應該 要 就是票7號或9號走 然後再跳說我是預言家 對 應該是要類似這樣的玩法 對 然後這是我的一個小失誤 4號跟6號 就我們都是狼嘛 然後我們真的 我們的風聲真的做得太大了 對我覺得這是我們要檢討的部分 狼人先生請尊嚴 狼人請殺人 又有點小歐吧 如果剛剛有投到那個的話 如果有跟著9號的話 其實應該會不大錯 那我以為已經只有暈一個9號 結果這邊又暈了一個 所以 對對對 沒事沒事 再一起加油 好 那重點我最想聽的 就是廖妹仔的感想 我們請她來分享一下好不好 謝謝謝謝 我今天拿到這張女巫的牌 我應該是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但誰也都沒有想到 怎麼樣 女巫竟然第一個就出局了 OMG 而且講得還超爛 我真的覺得這影片發出去怎麼樣 底下 沒有罵我的人 我就 我 你看 是我現在要亂講話了 對不對 我覺得我真的很爛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戴口罩的關係 把我帥人綁住我 那個自信怎麼都沒了 其實我們剛剛狼人非常有機會贏 是真的 因為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說 藝人家第一天一定要跳 就是因為會有這種狀況 後智慧的人一定會有假跳的 然後我就隨便說 票一個5號結果出去女巫 他只是聊得不好一點 其實沒有到票出去 第三輪的時候吧 9號的時候是票2 然後結果我伙伴 然後3號4號沒有跟著票2 所以比較虧那個輪子是這樣 然後晚上再刀掉一個獵人 我們應該就會贏 所以狼人其實非常非常有機會 我在說3號定狼的時候 我說外面聲音很大 對不對 我說非常確定是你 啊你們兩個頭匙給我在那邊 你們什麼都沒有發現 你們是不是都沒有發現 我剛剛突然想到 快回過 3號 我現在3號在我這邊 就是定狼了 因為我覺得就是在那邊的聲音 我要先說我們六號PG的表現還不錯 他不只是個大高丸 他還是個演員 他說他是預言家之後 那天晚上閉眼 我聽得有夠清楚 預言家 他給我超大的動作 選擇你要查驗的對象是 請大家小心 逆力遮掩同學 這邊一直給我講獵人 我就看你要演多久 我也不跳 我就看你要演多久 我第二頁就被殺了 我其實跳他假的預言家 我只是亂講的 我想說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想說他應該很好玩 我就亂講說他可能是假預言家 然後就可能騙大家 結果他第二頁就把我殺了 然後我就很獨立他是狼 他說二號是狼 然後我就想說可能會輸 我想說如果我旁邊的愛體 沒有那麼激動的話 他一定會投他 所以就很感謝你 但是沒有關係 投我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就會把三號帶走 因為我是獵人的身分 所以不用怕 耶我們今天贏了 不對 對 大家都說我娛娜 但其實我真的 真是為了這個節目的節目效果 對 對 然後其實呢就是增加了一點 增加一點遊戲的難度 對 那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都一切都捉到上面 對 我早就看好你 這個理由我給過 我們已經結束 YouTube Me Too 第一屆的這個狼人沙拉 那如果還想要看我們玩更多其他遊戲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講好YouTube Me Too 我們下次見 掰掰